两株新植物的演示视频都已经出来了 咱们先来看看吧 泡泡机珊瑚可以点击切换三种形态 1.每个一段时间 向前方扇形范围射出大量小泡泡 泡泡的移速中等 可对僵尸造成单体伤害 2.每个一段时间射出 移速较快的中泡泡 命中僵尸可对单格范围造成伤害和击退效果 3.每个一段时间射出 移速较慢的大泡泡 命中僵射后泡泡爆炸 对三成三范围造成伤害 释放能量的大招 泡泡机珊瑚会凝聚出一个巨型泡泡 随后破裂 并向周围发射大量大小不一的随机泡泡 5接有概率发射双叶泡泡 专门大招可以凝聚出如巨人山竹 向日葵等形态的泡泡 接下来是寒冰地刺 与钢地刺类似 拥有制作三根 可以损失的特殊地刺 对滚筒钢琴将是有特殊效果 进阶后的寒冰地刺拥有概率冰冻的能力 5接扩散攻击至十字范围 损失第一次时触发冰爆效果 专门大招可以将巨片增加至三枚 出本行外额外发射上下两行 说实话 中文版的寒冰地刺 相较于国际版 那真是大大加强了 首先是大招 中文版能把僵尸吸过来再推走 而国际版里只能推走 没有吸的过程 再来是遇上巨人僵尸 国际版一下就砸掉了 中文版要砸三下 这一点差距太大了 国际版里冰地刺的克星是惨歌 不知道届时中文版中 惨歌还能挡住寒冰地刺的大招吗 各位小伙伴不妨猜测一番